朋友们,由于我本人对卡拉瓦乔的喜爱 因此每一季的一日一画 都至少会选一幅卡拉瓦乔的话来讲一讲 今天的这幅画叫《基督下十字架》 它是卡拉瓦乔的代表作之一 按照惯例,我们先讲讲这幅画 好在哪里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 这么多年我还忘不 anyway,首先它非常的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的话通常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点就是站在黑背景中的人物 突然被打向了舞台剧效果的强光 制造出一种戏剧性效果 第二点是通常都会有一块不定点出现的红布 这完全是卡拉瓦乔的个人喜好 第三点是它会用画中的人物来引导观众的视线 比如这幅画中,少女双手张开指向天堂 圣母双手平摊指向耶稣 而耶稣的手臂下垂,指向即将埋葬她的坟墓 这些都是属于卡拉瓦乔的注册商标 今天这幅画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一句话概括就是众人将耶稣基督的遗体台下十字架的瞬间 这是一幅绘制于17世纪初的古老题材的绘画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 教廷开始在全欧洲大肆新建教堂 这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风口 因为教堂一多,自然就需要大量的软装 比如说雕塑,祭坛画,用来装饰这些新建的教堂 而这个风口在艺术史上就被称为巴洛克 巴洛克宗教化的题材其实比较单一 因为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 基本上就是天使报喜 马就分娩 三圣来拜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就是一部耶稣正传 那我们这幅下十字架似乎不在这些题材里面 但其实它属于耶稣受难的收尾篇 也是到下一个篇章耶稣复活的一个过渡剧情 毕竟你得把耶稣先埋了 他才能从坟墓里蹦出来复活 这幅画最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卡拉瓦桥标志性的红布 或者舞台剧的灯光效果 而是耶稣的姿势 这个姿势其实在卡拉瓦桥前一百年 就已经被拉费尔用过了 画的也是同一个题材 耶稣的右臂下垂 双腿弯曲脖子后仰 而拉费尔的这个姿势 其实也不是他原创的 米开朗基罗的圣母莲子像中的耶稣 用的也是这个姿势 而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姿势 却是我能够追溯到了最早的一个了 而在卡拉瓦桥之后 这个姿势也在不断的被后来的大师使用 要说他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说实话他本身并没有那么神奇 无非就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尸体的姿势 等等 其实还是蛮神奇的 我给你看一个品质的姿势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anyway比姿势本身更神奇的 其实就是他流传了好几百年这件事情 当卡拉瓦桥看见了一件 距他一百年前 由大师米开朗基罗完成的雕塑时 被他的这个姿势彻底打动了 于是在自己的话中也用了这个姿势 而当卡拉瓦桥也成为了一代宗师之后 他的追随者们 又将这一刹那的闪光 变成了永恒的经典 你可以把这种行为叫做向偶像致敬 但是如果说的了不起一点 这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传承 关于传承这件事情 向来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 千百年来 能够传承下来的东西 都是那些可以感动每一代人的杰作 就好比我们总能在公路电影里面 看到唐济赫德的影子 在吊师逆袭片里面 看到基督山伯洁的痕迹 说到底 就是因为这些经典 总能不断打动每一代人 所以还是那句话 传承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 传承的出发点 那一定是感动 好了 我是小顾 这是一日一花的第三季 我们明天就会为大家介绍 这部有一期的艺术作品 拜拜